你不要过来啊 画面中猎老板拖着野猪 就想打包回家 这么整打工报就不乐意了 毕竟猪是自己捉到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猎老板全部打包有点不够意思 猎老板瞅着没办法打包回家 只能就地干饭了 野猪的螺丝粉也是猎老板的最爱 爱妈呀太香了 谁能拒绝大中午的来一碗香喷喷的螺丝粉 打工报躺在地上锁喉野猪 猎老板说螺丝粉嘎嘎香 打工报看着哈喇子都留下来了 但是他不敢一起干饭 就一会的功夫 野猪就被猎老板掏心掏肺了 可以看到野猪的下半身已经被猎狗吃了 打工报还在兢兢业业的锁喉猪 不愧是你打工报 花报其实心里苦啊 因为他也打不过有猪狗了 你别看花报比猎狗大个 但是猎狗战斗力丝毫不虚 这也是花报为什么 经常帮猎狗打工的原因 每次花报得闹猎物的时候 猎狗就会非常凑巧地出现 野猪的螺丝粉已经被猎狗吃完了 再啃个猪腿压压惊 打工报实在忍不住上来想蹭口饭吃 吃得很小口 打工报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老板没吃饱你就上桌 好在猎狗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 毕竟野猪是花报做到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让打工报也尝点甜头吧 但是打工报的吃相太难看了 猎狗老板就想打包回家 花报的力气没有猎狗大 一直被猎狗老板拖着走 非洲二哥的名号不是别人给的 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打工报所猴野猪也是累得气喘吁吁的 打工报看着猎狗老板大 快的干饭也是气够呛 但是他又拿猎狗老板没别的办法 打又打不过 老铁们别看花报比猎狗大 打起来花报必输无疑 现在打工报只能等猎老板吃饱喝足了 才轮到他吃 这点规矩打工报还是懂的 花报一辈子都是打工的料 猎老板也非常的喜欢打工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最后猎老板吃饱喝足了 就把剩下的野猪赏赐给打工报 打工报赶紧拖着野猪 爬到树上去 打工报就知道猎老板对他最好了 下次一定好好打工 花报一辈子就是帮猎狗打工的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